全球大視野 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加會員成為 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加會員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我很早就跟很多人提 其實美國不是 要掐住台積電 美國是要台積電解體 要台積電死翹翹 為什麼 台積電是外面生的兒子 自己這個敵長子 叫做英特爾 他要扶持英特爾 他要打擊台積電 那打擊方他當然不會講說 我要把台積電幹掉 他講說台積電 你第一個到美國來設公司 所以台積電就拿一筆錢 到美國去設廠 那張忠偉很清楚 他已經公開講過 他講過還是很保守 但已經透露很強的訊息內容 就是說台積電到美國 去經營的工廠 在世界上可能有競爭力 第一個 第二個你也知道說 台積電大概有十幾%左右的 市場是來自於中國大陸 他告訴你說 你中國大陸的訂單 以後就不要再增加 不要再收了 那換句話說台積電 那控制出來訂單跟誰要 是你美國給我嘛 是 所以你所有的技術來源 都要接受我的命令 接受我的指揮 我的控制 那請問你一下 他對於英特爾的怎麼樣 哎呀 這個大寶貝 你要錢嗎 我給你錢 你要人嗎 我給你人 你要法案嗎 那我給你法案對不對 換句話說 對美國的策略來講 所以要組成一個chip 4 來把台積電 三星 跟英特爾都綁在裡面 你以為他這個綁在裡面 是為你台積電好啊 那你只要想想看 他會不會綁在一起的時候 對英特爾特別好 這個你不用 你不要嘗試吧 你就簡單想都知道了 好吧 就算說好 你這個張忠謀是美籍台灣人 這個劉德英是美籍台灣人 但是你畢竟不是美籍白人啊 你有沒有弄錯啦 不要把自己 劉德英講得很清楚啊 我的很多 這個設備要來自美國 很多材料要來自日本 那這個很多技術專利 也要用到美國的技術專利的 那不是全部美國 自己很談戀 今天這時候這麼強 今天自己有很多的專利 而且他也自己能夠 去設計很多的設備 反過來要設備製造廠商幫他做 所以他自己有一套的技術 那沒關係 你那個技術拿過來大家共用 你給不給 然後他前一段時間 那個他們的商務部長 都很囂張嗎 限定什麼時間 把你的客戶名單 客戶資料傳過來給我 這個三星還說 跟那個文在寅講說 總統啊你幫幫忙 去跟美國人瞧一瞧好不好 怎麼那麼霸道 一個商務部長 在美國官說大不大 說小不小 就這樣當眾的命令我們 你什麼衝啊 我們該拒絕什麼東西 就我們台灣的民進黨政府 蔡英文政府怎麼樣 點點 什麼聲音都不敢坑 台積電之後 怎麼自己琢磨 後來不搞台積電呢 竟然說的這時很糗 公開徵求有政治學博士學位的 幫我們來做這種國際政治的分析 你現在才想到 換句話說 現在的做生意已經不是企業管理 做生意已經不是科技發展 做生意是要如何應付美國的政客 而且更糟糕的時候 美國政客是一個人一把號 川普在的時候一把號 拜登在了一把號 你怎麼知道下一任總統還是拜登 跟你保證不是拜登 下一任總統是誰你不知道 他上台以後就再來一把號 硬生生就會把你台積電整死啊 那你說有嗎 那我告訴你 我們的友達是被誰整死啊 被美國整死啊 我們很多很多的企業被誰整死啊 美國整死啊 換句話 順美則升 對 逆美則亡 那所以台積電就是要走到 上這條路線 這是不可避免的命運 那你以為美國為你好啊 你想太多了吧 這個 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你不要以為 這個裴洛西來 請張周某 劉德英 這個跟蔡英文請客 當蔡英文請客 做上賓 大家很開心 很簡單嘛 裴洛西再告訴你 以後你是我美國的人 你少跟我在外面講東講西 你少跟我在外面做生意 可以不經過我同意 這話就講清楚了嘛 為什麼 美國現在是全世界的科技界 控制權最大的什麼 黑道老大嘛 現在台積電面臨到這個問題 當然韓國也同樣的 因為現在 施壓在這個月底之前 南韓要做出決定 他們到底要不要加入晶片四國 所以南韓的外交部長已經先說 他說南韓的立場 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 但萬一如果我們真的加入了 並不代表我們在抗中 他沒有講得這麼明 但他的意思就是 我們沒有針對任何一個國家 但是這一次裴洛西也去了南韓 但是尹錫悦不見他 最後據說輿論壓力 還是跟他通了話 但是上演了一個叫做總統消失 然後呢他又去訪問了 板門店去慰問美軍 但是禁止所有的媒體採訪 他的行程呢 裴洛西的行程就是 哪裡最敏感 哪裡可以挑起大家的關注爭端 他就往那邊去 所以讓大家覺得很尷尬 回過頭來我們看晶片 台積電 90%以上全世界先進的製程晶片 F-35戰機的晶片 都是來自台積電 但是美國現在有很多的政策 晶片法案 你拿了我美國補助 你就不能去大陸 跟大陸在那邊設廠 再來呢 長江存儲也出事 美國還要不斷的打擊大陸的晶片 現在呢長江存儲被點名了 他是中國呢 最大的記憶體晶片製造廠 如果知道沒錯的話 那現在美國這麼多的動作 包含了我們剛剛說到的 台海危機之外 哇 現在又製造了一個 全世界的晶片危機 將軍你怎麼看 因為台積電 現在處得非常困難的時間 第一個 你的高級的IC設計 還是要來自於美國 你是在做 你是製程做得好 封裝做得好 生產鏈在台灣做得很好 但是有幾樣東西受制於 你這個光刻機的高端光刻機 對不對 你現在美國可以威脅荷蘭給不給你 還有日本的這個晶片的這個化學液 也放在日本手上 第三個 台積電的很多股東是美國人 他占大股 所以你說台積電能不聽命嗎 但是現在眼看的就是 這是美國的壓力 台積電賺錢的 除了是高科技的 10奈米以下的 7奈米以下的 軍用的對不對 所以美國威脅你 你不來的話 你自毀掉 我們不要落在中國大陸的手上 他賺錢的 除了是蘋果高 手機的高端的這個晶片以外 他還賺很多 14奈米以上的成熟產品的錢 那現在成熟產品就是世界各國要追求電動汽車的精品 因為電動汽車是未來的大趨勢 大陸的中心可以做了 中心又是可以配合中國大量的電動汽車的生產 那中國大陸這個成熟晶片我們就沒有市場了 對不對 美國這邊又逼 中國大陸又跟你競爭 台積電真的如果拿出點政策來 存活下去很難 因為台積電靠的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工程師很賣命 這個 一天加班加到很晚 而且又聰明又好弄 到美國去設廠 台積電活不下去 美國工會多厲害 美國人多懶 一天只上幾個鐘頭搬 對不對 然後你還要把你的技術轉給隔壁 就蓋在你旁邊的英特爾的廠 真是殺人不償命殺人不見血 台積電現在就是碰到這個困難了 兩面為難 中國大陸產品要不要轉 你說轉得少 美國這邊原料 這個技術 還有日本人胡思丹丹 日本的晶片已經落伍很多年了 那現在美國英特爾就鬆的 跟叫台積電跟日本去合資 對不對 那我們能夠 講的獨立專利這些權就很慘了 市場被挖 這個製造製造要虧本 三四十萬或者五六十萬的獎勵金算什麼 所以這個很明顯嗎 這很明顯 就跟那個黑道送功夫茶一樣 你想那什麼茶 那叫兄弟茶